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中国南京贾乃亮与妻子李小璐结婚5年,育有一女,李小璐日前被爆出鬼嘻哈歌手PG1,自从默认妻子出轨传闻以来,贾乃亮昨晚首度现身机场,身着全身黑戴黑色口罩不发抑郁,令粉丝们相当不舍。 昨晚7日,贾乃亮现身北京机场,这是贾乃亮自微博发布声明后的首次现身,当晚他身着全身黑羽绒外套,戴上帽子,口罩表现十分低调,由工作人员护送上车,而随后也有记者问道,为何取消关注PG1等问题? 贾乃亮则保持沉默,不做任何回答,贾乃亮,左,与妻子李小璐,右,结婚5年,曾有演艺圈的模范夫妇称号,翻设自微博,贾乃亮昨晚现身北京机场,面对记者问题,始终沉默不发一语,翻设自新浪娱乐 贾乃亮身着全身黑,身带帽子口罩十分低调,由工作人员护送上车,翻设自新浪娱乐,贾乃亮曾在微博发文中,默认妻子出轨传闻,翻设自微博 贾乃亮身着全身黑,身带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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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